樂樂~~ 貓非常神奇 在成為家人之前 我總以為牠們是一種高傲、不太理人的生物 都是人類不要臉、纏著牠們的身子 老是用盡各種手段來討牠們的歡心 才會有貓奴一池 然而,在實際養了之後才發現 牠們其實都蠻熱情的啊 像是一回到家,貓咪就會出來接人 沒事還會蹭個兩下 手伸出去,鼻子也會聞 哎呀,明明就很親人 到底怎麼會有這麼可愛的生物 說到這邊,你們一定會點錯頻道了 沒有,這裡還是ACGN頻道 介紹這麼多貓咪 只是想跟各位聊聊貓貓有多可愛 這麼美妙的生物 要是擬人化 你們能想像能有多受歡迎嗎? 沒錯,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 Nekopala 介紹的是,在12月12日正式公測 由十字契約原班人馬 Fundor遊戲自主研發的貓之城Cat Fantasy Fundor遊戲自主研發的十字契約 是餐廳經營結合RPG 十零育成的手機遊戲 一款是美食女人 一款是貓咪女人 腦內有很多畫面了吼 別走別走,別聽到手機遊戲就想上一頁 跟各位講一個小秘密 市面上絕大部分的貓娘 都只不過是可愛的美少女 戴上貓兒髮糊和裝上貓尾 跟真正的貓咪發竿子打不著關係 可是貓之城就沒有同流合污 想不到吧 是真正的貓咪 我們甚至能操控貓咪到處探險 可能是營運的人知道 有一部分的人只對真正的貓咪有興趣 所以要讓貓娘變成貓咪 就必須先提升貓娘的好感度才行 至於要怎麼提升呢 當然是要準備好感度道具啊 你們也知道貓咪喜歡吃魚 為了做出他們喜歡的魚料理 我們甚至還要親自去湖邊釣 如何?夠硬派吧 為了讓大家深入了解貓貓 今天這期節目就讓我介紹介紹貓之城吧 這邊先讓我道個歉 剛剛介紹的那些或許會讓人誤以為貓之城是一款單純的養貓遊戲 但是 並沒有 為了吸引到更多不同喜好的玩家 貓之城擁有一個龐大且嚴肅的世界觀 故事一開始 直接不演了 就告訴玩家 人類和貓咪共同建立的城市陷入一片火海 不是啊 腦子的動勢有多大才要摧毀這麼美妙的城市啊 幸好眼前的一切目前都還是假的 這些畫面是某種力量讓我們看到可能發生的未來 可惜啊 調查了個老半天 我們只知道一位神秘白袍人士和一隻被骨咖啡貓是我們的敵人 似乎是他們引爆了關鍵炸彈 AKA關鍵蓄能店 無辜的民眾、夥伴接連倒在我們眼前 就在我們覺得要完蛋時 神域、旁白 AKA都市創造者 納卡 告訴我們離悲劇發生其實還有136天 我們必須在這期間內找出真相 守護未來 這個世界有一個重要的元素 情緒 在空氣中會瀰漫著情緒粒子 一般的情況下 情緒粒子不會有危險性 但受到幕後黑手的影響 某種疾病卻會透過情緒粒子進行傳播 把人類改造成很像上司的鬼 普通人類無法觀測到情緒粒子波動 但貓貓也就是戰鬥員可以 更重要的是 貓族還能利用人類的好情緒作為武裝 跟各種變異後的鬼進行作戰 跟絕大部分的作品相同 總會有一些長期陪伴在我們身邊的重要角色 在貓之城 就是可愛的AI助理小白 和另一名酷酷的大姐姐 梨花貓飛天視野 這些貓貓不只要上場戰鬥 沒發生大事的時候 還要當起情緒餐廳的店員 安撫城市居民的情緒 餐廳所在的城市 也就是未來有可能會爆炸的城市 新海市 近期已經開始被大量的葵進行攻擊 我們小隊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去調查接連發生的失蹤案件 來到廣場的我們 立刻發現到 一個貓族少女和他身旁的葵梧 居然抓住了一對無辜的拇指 如果只靠小白和調查員 想必會有危險吧 所幸出外辦事的戰鬥員 飛天即時趕到了現場 幫助我們趕跑了貓族少女和葵梧 根據飛天所述 這名貓族少女叫做斯維蒂 是我們暴風野敵對組織的使徒 就在我們以為敵人走了 可以安心調查之時 殘存的潰化物 居然對附近的小男孩展開攻擊 為了避免兒童不移的畫面出現 我們調查員飛升而出 抵擋攻擊 就這樣 我們昏了過去 當再次醒來之時 已經平安返回餐廳 比較遺憾的是 我們沒有多暈一下下 不然就可以得到飛天的人工呼吸了 只靠一名戰鬥員 很顯然是沒辦法安心調查失蹤事件 於是乎 另外一名戰鬥員 自稱全宇宙最聰明機智可愛的天才美少女 艾可 煞爽登場 跟擅長直接作戰的飛天不同 艾可更擅長機械和電子資訊 透過他研發的追蹤貓 一行人一下子就找到了 正準備要綁架可愛小女孩的魁梧 跟之前的對手不同 這次的敵人異常強悍 我方居然差點團滅 不過在我方成員透過小白升級後 敵人也不再這麼危險 比較麻煩的是 對方不知道用了什麼手段 在他要敗北之際 不但在我們眼前突然消失 還完全隱藏了情緒例子 就這樣 我們再次失去了目標 不久後 搜查小隊抵達 從他們的反應我們可以知道 不只第一線的調查組要瘋狂加班 就連後勤組也要睡在辦公室 整個公司團隊就好像媽媽 更奇怪的是 最近的暴風眼高層 總是派我們這種剛入職的菜鳥 去調查一些很危險的案子 導致前線調查員的傷亡率異常的高 到底高層出了什麼問題 沒有人知道 回收團隊帶走了依依的父母 附近的兒童福利中心也人手不足 不得已之下 我們只能帶依依回到餐廳 由調查員負責飼養 更正、服養 多虧一一的福 我們半夜才有機會見到一些福利畫面 經過刺激的一天 半夜我們還是不能好好睡覺 在我們腦中的納卡 揭開我們乘風已久的記憶 從記憶中可以得知 我們在一場車禍中 失去了10歲前的記憶 家人、過去什麼的 通通一概不知 為了找出失去的真相 我們自願成為調查員 知道此事的署長 特地要我們吞下一張特殊的晶片 這張晶片非常神奇 除了能喚醒我們體內的隱藏之力 還能隱藏我們的特殊體質 躲過暴風眼高層的審查 就在我們想知道更多的情報時 夢就這麼醒了 說到這 我相信你跟我的感覺一樣 斷在這邊實在有夠掉胃口的 所以想知道後面發生什麼事情的朋友 就趕快加入遊戲吧 看完這麼多劇情 接下來說說我最喜歡的幾個點 說到手遊 怎麼能不提充滿魅力的角色們呢? 不只有性感美麗、楚楚可憐、風格酒硬的貓娘 還有,你沒看錯 看起來為了滿足所有客群的需求 也有眉清目秀、狂眼奔放的貓…貓…貓男 數量是比較少啦 但都是女性會喜歡的那一型 未來說不定會有連男性都喜歡的種類 還有另外一個項目 我真的覺得能夠碾壓眾生 別廢話,請聽 在後面回應 對呀 你不過來吧 我與你都該不會離開 我無視聾 我不想ANA 我可以收 Janet 你會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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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不夠著名 我會有空 你會有空 你會有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认真,我玩过的手游这么多 这是第一款让我愿意把它开在旁边 当我的作业BGM 我相信啦,这还不是猫之城的全部 随着主线的推进,一定会有更多优秀的曲子 总结来说,庞大的故事观 极致的BGM,精致的建模 生动的角色,佛心的抽卡率 以及简单上手的玩法 最后再加上可爱的猫咪 没有理由不立刻下载吧 在游戏内进行签到 最高还可获得300抽 完成所有新手活动 再加上事前登录等等活动奖励 还有额外60抽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 nonono 签到除了可以拿到一支SSR 还有必得SSR的祈愿券 也就是说 总共可以获得两支SSR 还有限定时装 惊不惊喜 意不意外 现在点击影片资讯栏连结 让我们一起寻找喜欢的猫猫 展开撸猫之旅吧 啊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